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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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美海岸线每到退潮都能捕捉到天空海洋 相互映衬的梦幻倒影 美丽秘境独立沙滩 其实是当地阿美族人的传统海域 但是七月部落收到一张开会通知 写着捕风要在原住民传统领域设置养殖场 居民担心与族群文化深刻连结的大自然将受到威胁 我们的年轻人可能有一点误会 出那么大的诚意 要以我们独立部落来沟通 希望大家能够讨论出问题 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加倍污染 然后这里的大自然的生态的环境 也是我们最大的资产 这次被点名被捕风当作基地扩厂的地点 是当地一间已经经营十多年的养猪牧场 就在两条溪流中间 溪水向东直奔太平洋 附近还是一级保育动物 雄鹰绿犀龟等物种的栖息地 再往南就是阿美族的传统领域 依照原基法第21条 主要开发区域涉及传统领域 就必须经过部落会议同意 只是现在居民共事还难达成 我们很多的传统文化也好 或是我们传统的知识都跟这片土地 虽然养猪场早已存在当地数年 居民还是担心 捕风进入后 污染恐怕会随着工厂规模更扩大 不过县府农业处回应 并没有收到捕风在当地的扩厂申请 捕风公司也喊冤 他们是透过弃养方式 福岛在地牧场进行现代化管理 让污染比传统养猪场减少百分之九十 生产出的猪肉由捕风全数收购 否认有扩厂计划 虽然可能是须经一场独立部落 一个月来经历的风雨 还是凸显出环境保护与畜牧产业发展的难界冲突 华氏新闻 陈宜宁 陈文堂 陈俊逸 专题报道 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CH52华氏的频道 而且记得哦 一定要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要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打赏